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越南中部的信化曾经是越南三朝古都 古老的皇城 无论是布局设计 或是造型颜色 处处显示着皇族的庄严和权威 这座被联合国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古都 经历了无数战争的年月 难得的是 他的古建筑完好地保存下来 这里叫唇化 三百年前 这是一个皇城 是越南的首都 古代的首都 在1968年开始 战争在这里爆发很厉害 越南历史远远流长 多年来为了抗战 而令到战事此起彼落 1961年至1975年期间 越南战争简称为越战 主要就是南北越互相对壢 北越由中国和前苏联支援 南越就由美国背后辅助 我记得我在童年的时候 我差不多是五岁 当时我爸爸就在中国广西移民 来越南北部 1945年 这个殿边府战争爆发 我父亲就带我回家 预约一次移民到越南南中部 我爸爸就在这里做了一个 在廟里面的管理院 在1967、1968年 我们刚刚成长 我爸爸已经离开世界了 只有一个人 没有父母又没有兄弟 因为热艦战争开始爆发 当时要参军 没有了逃避 我们的军队就在这里 帮解抗军发生一个很大的冲突 当时解抗军已经占了这座城 当时指揮部就派我们的单位 在夜晚黑夜的时候就用一些小组的突击 在空中半夜到处用炮军 让他们缰 这是一些皇城中间 它从中间押出来 将解放军去驱逐 中瑞堂所说的解放军 是指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部队 又称越共 是要将不愿意统一的南越军队 和背后支援的美军击败 当时只有18岁的中瑞堂 隶属南越军队 他被安排加入了最凶猛的兵种 雷虎突击队 当时我从关的时候 在那个单位偏偏安排我 进了一种很凶猛的部队 那个部队叫什么 叫凶降部队 特击队 雷虎突击队 当时我很怕 当时我都没有心做兵的 因为没办法 进了那个军队 由他安排 每一次出击的时候 说我们坐着直升机 每个直升机 就是处12个人 15个人 一个小队 将我们去到一些 在深林区里面 直升机开始落到 那些当时是大方军的区 将军到的时候 要把我们推下去 跳下去 跳下去 我们在深林区里面 去找那些有击队 因为我们每一次行军 不是大军队 是一些小队 一些探测小队 去到深林区 探测一些 有没有敌人的巢勇 因为我们不是正面帮的攻击 当我们发现 他们有一些 是敌人的巢勇 那些形罩 所以我们立即 离开那个范围 我们打电 回去被指飞部 指飞部 就会用大军来打他们 我们要返车 我们现在任务很多 这一场长达多年的战事 不单止导致数以百万计的越南人死亡 美军亦都伤亡惨重 同时又是美国有史以来 打得最长的一场战役 1973年 美国签订巴黎协定 结束了在越南的争战 并且全面撤退 在限军的过程中 我们都经历了很多很危险的战争 搏斗 我记得有一次 我们进入一个属于解放军的密区 我们那一队 就有一些走在前面的小队长 当他们发现在前面的敌军区 他们知道我们走中之后 立即开枪吹我们 但是因为他们开枪 开始进攻的时候 我们的小队 就开始用最强力的火炮 去攻击他们 然后发现他们不是很多人 起不过在那一场击队 就被我们打一打开山 有一次我们走军 有一次在中田级 在大森林区里面 那时候我们都不知道 进入了敌军阵地 我们都不知道 突然发现敌军包围他们 叫我们投降 不过我们的小队 如果帮他们打我们 就会生息 被他们俘虏 没法打他们 中田级 我们的小队怎么打 所以在那时候 敌军包围他们的时候 很害怕 这次死定了 不能生 可怕的战争 并未因为美军撤走 而完全停止 往后两年 北越不停地向南方渗透 在这段期间 平民伤亡和难民的人数 不断增加 厌战的声音也入役高涨 中瑞堂在行军 去到顺化古都驻扎的时候 就趁机逃离兵役 当时我们做兵的时候 经过很恐怕的战争 看到战争的残酷 因为我们是华人 我们都不想参加这些 这些做兵的战争 那年我在牙庄 走过来这里的时候 我趁机会 我在这里 有个亲人在这里 我在这里 头五个 那时候 没有再在军队 铁铁军队 在王城 在这个顺化地方 很多庙 当时没有趁机会 有信仰 在这里 每个 初十五 去一些庙里面 去拜佛 希望我们的人生 可以转运 我记得那时候 我每次买彩票 在那里面 里面有香楼的地方 或者一张彩票 在那里面的香楼等 希望突然开彩票 可能中彩票 但是每次都是失望 我觉得我们求神佛 好像没有反应 我们在这个世界 觉得真的很虚空 在亲戚介绍之下 钟睡堂在庙里面 住了两年 因为当时我们是头五个 住在私人家里 不方便 因为我们在庙里面住 最大的方便 就是我们不需要 那些当时的 那些叫做 军警 即是地方的 公安军警 让我们当兵 因为在庙里面 是很有权威的 那些政府人员 不可以在庙里面扣留人 所以我们在庙里面 在庙里面 在庙里面 我机会 只剩两年的时间 但在庙里面 我有机会 外面 在华人区 有些华人区 在那里做餐馆 有一天 有两位先教士 夫妇 在帮助他们吃饭 我给了一些丹章 一些复养的施席 叫我参考 我其实也很敏感 起初 中瑞堂对基督教信仰 非常抗拒 经过两年的时间 他不断地 去研读福音书籍 最后他决定相信 并且接受 主耶稣基督 成为他个人的救主 因为那对夫妇 先教授夫妇 给了很多福音资籍 我看了 我都很详细地参考 我对一些很伟大的人 他们认识耶稣基督 他们在这个社会 对社会很大的贡献 好像我们中国 各父亲中生 那些天政 他们真是很有知识 他们对国家 这么大的贡献 他们都不是很迷信人 他们要相信 他们所信的上帝 一定是有真有力的神 所以我在福音资状里 我就慢慢能够领受到 经过两年之后 我觉得我真的要说信耶稣 平静的日子总是过得很快 人民只是稍作短暂的喘息 战事又再开始 人人都为了躲避战火而逃命 但是信了主之后的中税堂 却意不容辞地 去答应照顾所托父的人 在七四年的时候 解抗军大举攻击唇化 在唇化所有的人民 都会逃避战争 他们在唇化逃难 来到冤港 当时我在唇化 和一位先教士 他们在唇化逃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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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带着一位在军队的牧师 她的太太 因为牧师被大公军捉了 即是俘虏了 她的太太和有两个儿女 那位先教士就交给我 让我照顾她 走难的时候 四处都是曼天风火 中税堂亲身经历的一点一滴 都足以令她一生难忘 这条河是远港很有名的 叫航河 这条桥叫清茶半岛桥 以前在三十多年时 这条桥没有那么漂亮 是铁桥 在1974年四月份 这里就是解放军进攻城市 当时解放军进攻城市 首先用逼击炮 用火箭炮 周围去攻击 因为这里有很多南方 海军陆战队 在这里被炮攻击 海军陆战队 有些人在这里被炮打死了 有些船和军船在这里 火箭炮在这里攻击 河流和浮尸 当时我们的人民 因为那时候都不知道 哪里是安全 亂走 找地方放在那里 躲避战队 因为有些车和人 因为人太多 本方有些山崖 都死了很多 有些人停在半山走 不可以 因为战争 没有那个地方是固定的 所以我们要随街走 当时那些火箭炮 在山区四周围 在这里攻击 我带着牧师 牧师 牧师 梁牧师 对我们的鱼鱼 周围走 我记得当时 我带着他们两个儿子 走过这边 揭揭 揭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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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边火箭炮 左边又响 左边又响 左边又死人 右边又很害怕 心情很害怕 不知道什么时候 在这里死 走过这条桥 那边有一个米仓 很多南迷在那里抢米 因为当时很惊慌 因为当时很惊慌 当时我也在那边 抢了一把米 和牧师梁 在战争当中 中瑞堂的处境实在可怕 但是他所信的主耶稣基督 却时时刻刻地保护着他 信主不是很久的中瑞堂 体验到这位神的真实和能力 就更加敬畏和倚靠他 中瑞堂虽然能够避过枪林弹雨 但是战后越南的解放军 却到处追捕南方的越南军 也就是北越所称的魏军 中瑞堂再一次 在经历当中 引证了圣经的确实 当时在演讲 一片混连很多的魏军 那时南部的军队投降 他们会杀人放火 在这个地方很害怕 一片都是属于火海的 那些危军 比如杀人也有 那些竹也有 那谁知道晚上 被解放军 安宁部队 在这里调查人口 因为我们是青年 二十多个青年 问我们有没有当过兵 有当兵一定会受改造 靠我的身 去守着我的身体 有一种相 相以前我在七十年之前 我当过那些叫什么 那些叫做特种部队 又是叫江山部队 我这么捉我就去 深林区去改造 在这个深林区里面 捉了很多投降的危军 你知道在这个山峰区里面 很多人因为他们 受了这些恶性的法兰症 他们病死了 有很多一天两天 又死了一个 一两天又死了一个 哇 那时候我看经常都害怕 但是没有经历到我 但是在病的时候 因为我们刚信耶稣 当时有什么依靠呢 又没有医生 又没有药物 谁能救我们 当我们在这个人生截路的时候 就向上帝呼求 一直就在这儿 不惊不抗 就渡了 十一个月时间 我在 神处里求救你 你在 天上请我 我祷告你是 我见故笔探索 我赞美你 直到永远 太阳还穿 月亮还在 仍有敬畏你 解放后的越南 人民的生活非常困苦 所以70年代后期 很多越南人 为了追求自由 而承搭难民船 逃离越南 中瑞堂也不例外 只可惜 两次头奔怒海 都被人捉回 而且还将它 当作重犯收压 入了那个黑肉里头 因为那个黑肉 是困了二十多多重犯 那我们的婚房里面 不能睡 只是坐 但每一天 只能够 每次用粮食 给我们开门 去拿粮食 又看了一些阳光 真的很开心 那些日子 真的很像人生 很黑 心情感到很惊慌 但因为我们 当时我们信了主 因为我们曾经 听过很多 圣经的教导 所以我每一次 心里面惊慌的时候 我就会想起上帝的怀疑 上帝会安慰我们 在日照之后 我不单止 不会惊慌 我用一些 性乐的那种歌 唱过去听 我会唱歌 他们觉得很好听 就叫我唱过去听 我发现这种力量 不是我自己的 因为这种力量 因为是信心里面 发出的力量 才能够带着一个歌唱 赞慰上帝 这是一个神的力量 能够在黑人里面 能够可以 歌唱赞慰神 这是我的人生 是真实一个经历 真实一个见证 当我出入之后 我再次投奔 再次进入农村的农改营 对着一些 和我一起 跟我的朋友 一起讲一下见证 分享一下我们人生的经历 这些日照里面 也觉得很欢喜 再次释放 获得自由之后 中学堂回到西贡 认识了现在这位太太 她的为人 性格 都得到很多人的称赞 她有一个二十四孝爸爸 她的子女都服侍到很周到 我妈妈有个时期帮我们住 对我妈妈都很孝顺 都很好 对待我妈妈很好 就好像自己妈妈一样 她很关心家 很老实 很闲 她的人就是很率直 她的性格各方面 她就是很为人的 她也是一个挺老实的人 对人也是很和善 虽然你看她的外表 她有些给人的感觉 好像有些傻气 但是不是的 她的人实质也是很良善 对人是挺好的 是一个挺好的基督徒 我觉得是 平时我们见到她的时候 她就是很喜欢 带那些朋友来礼拜堂 甚至她做事的伙计 她都是带他们来礼拜堂 她的意思就是 我自己信了耶稣 我得到那一个好处 当然她就要跟别人来介绍 有时都会有点麻烦 有些人都不太容易接受 她说都不要紧了 总之有机会 我们就要全封印 所以她都很开心 来做这个工作 是啊 她很喜欢全封印给你听 她很喜欢印这张 有时去银行 还有去旅行 也很喜欢印很多单张 带过去的 我先生很喜欢在中信那里 抽那些很好的见证 印了 去旅行的时候 就会派给那些享导 或者带团的人 还有客棧 或者人群的地方 都会等在那里 给人看 还有有时去买东西 他去旅行 中国大陆旅行 他坐火车的时候 他都不会忘记 跟身边的人来说福音 就是中学堂 可能因为他自己信主 就是在信化那时候 他信了耶稣之后 他自己经历到圣经里面说的 尝过主恩的滋味 知道他是美善 投靠的人是有福的 他有了这个经历 很自然的 他就很想 将主耶稣 介绍给周围的人 中学堂在前半生 跨越过封烟 经历过多次 九死一生的险境 这些给他一步一步地 明白到万事都有神的计划 这位当初对基督教 非常反感的人 如今却时常和人家分享基督信仰 他希望更多人 可以得到耶稣基督随时的帮助 在他的人生里面 我们都知道 因为他当兵 后来他就同 后来他都试过 因为在七五年解放之后 很多人都坐船 想出去偷渡 他说 结果就给祝祝 他受很多苦 他都能有乐观的态度 直到今天也是一样 我相信 这就是和他的信仰有关 我觉得他对神很有信心 也会影响到我 大家互相影响 认靠神是真的 无论如何都好 他都相信什么都是有神的安排 他都相信上帝会帮助他 所以他才能有这个乐观 中岁堂能够以喜乐安然的心态 接受艰难的现实 这份力量来自他所相信的主耶稣基督 如果你想进一步了解中岁堂的喜乐 请马上致电恩与生命热线 又或者上恩与之声的网站 让我们为你介绍这位 愿意陪你走出困境的主耶稣基督 愿神赐福你 有你 我生命不一样 有你 我生命在原谅 有你 我不害怕困难 有你 我有满足的喜乐 我每次心里面惊强的时候 我就会想起上帝的怀疑 我不单止不会惊强 这个是一个神的我的力量 信心里面发出的力量 我从前 风停温柔你 现在我亲眼看见你 太阳还穿 月亮还在 仍有尽为你值得我难以 我从前方问有你 现在我亲眼看见你 现在我亲眼看见你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